国民党晚间在凯道举办侯康佩大造势 总统候选侯友宜的情绪是非常激动 感谢支持者就算下雨跟低温 还是很多人待到最后一刻 而副手赵绍康再度重申侯友宜是自己的老大 另外国民党部分区的被提名人韩国瑜再标金句 向民进党部分区的王毅川只会耍宝 而协助动员的王金平则喊话要党内多多采纳 郭台铭的意见 侯康佩 侯友宜 周绍康 加上党主席朱立伦三人压轴大进场 一路握手之意花了十分钟以上 这是国民党晚间在凯道举办的大造势 超过八万人 党内大咖前主席吴伯雄 前总统马英九 许久没露面的前副总统肖万长 当年的九万组合现身力挺 我执政八年没有发生过大田停电 民进党执政六年五次大提电 选三号的侯友宜 两岸可以和平 就算顶着十几度地温 雨也没停过 民众热情不减 雨那么大 我知道大家有信心 我很感动 但我绝对不会掉尾灵 我一定会 再强调一次 侯友宜市长是我的老大 他也是中央民国最好的总统 现在居然说要抢救 第十四名的那个王毅川 完全在耍宝 表现得极其的low 每天要帮我做酒册在立法院 他是神经病吗 民进党推出王毅川 国民党有李氏川 不怕川李川 就怕被看川 韩国瑜也带领部分区小鸡 炮打民进党用行动力挺侯康佩 其他还有县市首长昔日的挺郭议长们 不过同一时间 由韩粉号召到高雄参加克文哲造势 让国民党出手反制 也感谢我们三十位直播组 替韩国瑜 替头友宜 象征权规队部 国民党想拉拢的还有他 郭泰民先生他提出两岸的和平宣言 我们的党 我们的护选人 能够参考的就参考 温情喊话想找回来因失落的拼图 在逝世冷冷的周六夜就盼风雨升信心 既有犯张元杰特别同报道